打电话展颜姐没接 失望了 别瞎说 我找展医生有正事 我知道 你有件恋爱的正事 要找他谈 还学会调侃你哥了 我跟你说 别想着这么着急 就把你哥推销出去 真的 哥 你喜欢展颜 我们都看出来了 我闲嘴 什么叫做你们 丁丁说了 这世上有三件事是藏不住的 贫穷 咳嗽 和 爱 快睡觉去 真是 展医生 展医生 我还要上班下班再说 你先上车好吗 我叫车了 我跟你说乐乐的事 自重 走吧 从地震的缝隙 到灾后的医院 乐乐这孩子经历太多痛苦了 如律师说得对 以后你们有时间多陪陪她 让她快乐起来 你请的这位软姐真行吗 救援事故中 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特别是新队员 会产生应激反应 队里配备心理医生是必须的 软姐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你说你有这样的资源 为什么不早说呢 也不用害我带着乐乐 都这么大的圈子 你有这样的资源 还用得着藏着掖着吗 心理治疗是没有绝对正确和唯一的方法 你这么了解救援队的业务 你和他们的人很熟吗 跟你有关系吗 你加入救援队了 你哪来这么多问题 我的问题有问题吗 我不是你的调查对象 我们现在只是简单的合作 帮助乐乐康复的合作关系 也就是你们律师平时最擅长的合作关系 好 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贾医生 你怎么来了 罗律师 我们正要去吃饭 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还是上次的事情 展医生如果方便的话 我想单独和你商量一下 要不这样 我们在外面待你 我们先去吃吧 反正我也不饿 一会儿直接回家了 好 行 那你去吧 边走边说吧 呱 我 我知道你想重心追回展医生 但你要再这么数手数脚的藏着 掠着 小心别人截图先当了 行了 少说几句 是 我这操心的 明天我打算带乐乐去户外 看看其他的孩子 平时都是怎么过的 说不定 可以把他作为孩子的天性调动起来 可能在那样的环境下 他可以试着打开自己 你想做的事情不用跟我商量 你不是说我们是 共同帮助乐乐康复的合作关系吗 那我就代表乐乐 邀请展医生一起过周末了 周末要加班没空 那就难办了 你看 我如果一个人照顾乐乐的话忙不过来 如果找其他人的话我又不放心 你也知道 乐乐现在这种情况 比较特殊 还是得找一个他自己信任的人 我认为展医生也就很合适 这事你问过阮姐吗 问了 她也认为 想要治好乐乐的病 必须让她从症候的情绪当中 走出来才行 怎么样 你没事吧 谢谢 那我明天来接你 我明天来接你 再说吧 看到没有 乐乐 这么多泡泡 你看啊 它飘那么远 还有那么大的 你看看看看看上面那个 老板 好看吗乐乐 好 你看这泡泡多好开啊 是不是 对不对 你看有红色的 紫色的 藍色的 黄色的 是不是 乐乐 笑一个吗 看姐姐这里 乐乐你要不笑的话 照出来可不好看啊 来 一二三 真的 笑一个 再笑一点妈 那一会儿我把照片给你看 你可别嫌宠 来 好 一二三 鞋子 快 Christianity servi 快来 我算是前驢季穷了 可是孩子就是连一个笑脸都不给 带孩子是真累啊 这就是你说的让他开心的办法 对啊 你还有什么办法 你看 咱们从灾区到医院 也算是患过难的朋友了 我觉得展医生 可能对我有些误会 是时候找个时间 让你对我改观一下 别想多了 我俩之间没有什么误会 他该饿了 饭呢 改观从现在就开始 怎么样 你做的 那不然谁做的 拿着 乐乐 咱们吃饭了 咱们吃饭了 走啦 乐乐 咱们过去吃饭了啊 你看姐姐手上拿的是什么 这是哥哥亲手做的便当 是不是很可爱啊 怎么了 乐乐 哥哥 你做的小熊片档不好看 我看你做的小熊片档不好看 哥哥 你做的小熊片档不好看 丑哭了吗 我眼妈妈了 她也会做小熊片档 妈妈 好了好了啊 没事儿 乐乐 我真的 不哭了 妈妈 妈妈 好了好了 没事儿 不是 你 我 我